这个阶段我们来进行是双方的交互结问 首先先请凯老师提问 是 这个我们知道 德国是在再生能源这边 目前来讲全世界发展最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要正视它的事实 从2000年到去年 11年之间的德国的电价 从一度五块多 现在涨到将近十块 所以将近一倍的这个价钱 其中当然有一大笔 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能源 绿色能源附加税 也就是为了要补助再生能源 所发的电而增加的 现在目前来讲 一度电大概有一块五毛钱台币 是为了这个而增加的 那日本呢 在福岛事件之后呢 曾经维持了大概一个月的零核电 可是之后它不得不重启核能电厂 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它在缺电的过程里面 它不但造成了它的生活上不变 而且是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进口非常多的这个 化石能源 使得它的这个贸易赤字 一直到今天为止 所以我给高教授的问题 好 谢谢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来 王老师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一种物品的价格的高低利 如果由市场去决定 那当然就是供不应求的时候 它价格就会涨 供过于求的时候 价格它会跌 那刚刚这个开教授讲的就是说 好 那他们日本也好 或者德国在发展这个再生能源 因为它是等于说 它的这一个能源 这一个供不应求 OK 那所以呢 它价格会涨 但是台湾情形不是这样 那台湾是供购于求 OK 那另外一种情形是说 有一些说 你好像说这个再生能源比较贵 可是你要想 今天如果我们是从一个 譬如说我是夏季 我需要电的时候 也许我只要这个五亿度就够了 不管了 随便一亿度五亿度 那你如果盖一个这个小型的电厂 那就可以来满足 跟你去盖一个大型的电厂 多出好几倍来满足 那你说 那个大电厂 你说它平均一度电多少 以平均那样去算是不对的 那你要从它的边际 就是说我为了要满足这一部分的需求 那我投资下去 我这样发挥多少 然后你还要看它产生的效益有多少 所以刚刚讲德国 它创造这个就位机会 它的经济成长率维持这个成长 那而且呢 产业结构又好 这一个能源结构也好 它的那个效益是非常多的 你如果以那个效益来看 那是非常值得的 OK 那以台湾来讲 大家说核四便利 我告诉你 非常贵 刚刚我们看到 主持人提到的这一些成本 你如果从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当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按照这样的 这个去计算的话 那个时候一度就两块钱 谢谢王老师 来我们继续要请高老师提问 我先回答刚刚一个问题 就是说核电厂 日本重启核电 其实是假象 因为它原来是54座 现在是两座在运转 而且是东京电力开始 就是说它有核灾 结果是关西电力缺电 为什么 因为它原来用50% 所以它出问题 日本有两个地方 它有十个电厂 有两个 有用地热 那我也跑去东北地热看 那我看到日本是五 东北地热的一个 一个机组 沉川电力是50MW 运转了16年 那清水地热呢 我们运转十几年以后 就是说原来1.7MW 剩下不到 0.15MW 然后关掉 那原因是什么 每次台电 他就讲说 因为那边碳酸钙 管线辱射嘛 那今天 依然又要弄了 谢谢高老师 来 徐所长 您的数据 那碳酸钙的问题 没有解决吗 来 我们让徐所长回答 好 我稍微说明一下 当年的清水地热 是一个国科会的计划 然后由中油公司去钻井 然后由盖了电厂 国科会盖好了一个电厂 后来移交给台电营运 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当初选site 跟决定盖多大的电厂 跟钻多深取多少 这个钻多少孔 这些呢 其实 包括甚至到后来营运的阶段 交给台电营运的阶段 也只是电厂的部分 井的部分还是由中油来营运 那个时候 它的营运模式呢 是由台电向中油买气 就是买热水跟气 来营运 那当然管线的部分 是因为中油营运嘛 他们碳酸钙结构 而造成堵塞 而造成 而最后呢 造成工气不足 使一个三个MW 专制容量的一个清水地热呢 往下降 一直降到十分之一 就是300kW而已 真正的发电 只能到300kW 后面这一些管线 这些在井里头的东西 要去清 中油认为划不来 所以没有办法清 这是一个 今天呢 到 那在 所以在 几年前 我们已经把它停掉 因为它只有300kW 三个MW的东西 那今天民间公司要投入啊 今天是这个 富庞公司的世界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重新 它要评估 所以这评估要正确 选site 因为一个电厂盖起来 它的时间很长 你可能运转了三年 五年以后 它出了问题 这样你原来估计二十年 算起来本来以为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 它水没有灌回去啦 所以你不知道答案 我们这时候是 徐所长的时间 好 好 我们谢谢 广告回来 我们来做最后的解辩